大家好,每天我们还是要搞那么一期国际新闻啊 天天揪住土工包子那点难事也没什么意思啊 虽然一说国际新闻呢,看的人就变少了啊 但是还得说,毕竟我们是一个国际的是不是自媒体 国际自媒体是吧 今天的最大的国际新闻应该是小英同学啊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终于与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美国的第三号权力人物见面了 两个人的谈笑风声是不是 很高兴,很高兴为这个蔡总统 为小英总统点赞啊,就得这样干 而且这个现场啊,这个美国的议长啊 公开的把话说的特别的绝,特别的狠 说将一如既往的加大逆度 是吧,为美国持续的这个出口最尖端的武器 把台湾给武装起来 这就对了嘛,对土工中国 你不要跟他磨磨叽叽的啊 他是听不懂人话的,你必须给他点颜色看看 是不是,当他知道台湾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他就开始就有点怂了,就认怂了 所以我们看到,现场去了好多个250的人 在那里抗议蔡英文访美 是不是,你抗议有什么不用呢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最爽的一个画面啊 是一中国的一个,从中国大陆过去的这么一个哥们儿啊 然后以后呢,举着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然后呢,拿着一个牌子,是吧 上面写着习近平操你妈 就在这样干,然后简体字啊,习近平 都是简体字,就在这样干 你不要跟共产党讲道理,他听不进去的 讲道理这个东西啊,他是与文明人有关的一个游戏 这个你不要把那些芬芳的语言,文明的常识 说给一个畜生听,你不有毛病吗 是不是,你去跟一个这个什么 跟一个一头猪去讲所有人的道理 去讲什么善额判断,你不有毛病吗 土工比猪还不如,我跟你讲 很好,我跟你说啊 所以有人说今天这个蔡总统和老麦的会面 现场有一大亮点 就是一个大哥啊 举着一个清天白日满地红的一个旗帜啊 然后举着一个牌子 习近平我,很好,是吧 支持点赞,就在这样干 现场有很多有土工的大使馆啊 聘勤的啊,那些个垃圾啊 在那抗议我们小鹰,你抗议有什么毛病 关键是抽不要脸 什么事儿,这种事儿可不可以抗议?可以 你必须是自发的 我就是不喜欢蔡英文,是吧 我就是喜欢共产党,你自己去 我就承认你是一英雄,你是一爷们儿 你是一人物,是吧 每个人的价值观有对有错 无所谓,言论自由 你去啊,是不是,没问题 啊,结果土工中国他是花钱 他说400块钱,请一个人去这个现场啊 去这个抗议,那有什么意思呢 你花钱请的,是不是呢 我去,我不是为了表达我的政治观点 我说看400块钱 去说各种这个恶心的 特别具有中国的社会主义 特别色的这个行为就出现了啊 400块钱,从中呢有人组织 组织方呢就拿走了350块钱 你真正在现场举标语抗议的 举着五星红旗的 那些个250才拿50块钱 有的人说50块钱那么远 才拿40块钱 哎呦,真的,人穷至短 人穷至短,真的是 不,有人就为了50块钱 本来400块钱是你的 土工大使馆花了400块钱给你的 结果你就拿40块钱拿50块钱 你见不见呐 所以我说过任何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会赚钱 养活自己,是不是 你400块钱,你4000块钱我都不去 我去你个大爷 4万块钱我都不去 我看不上,是不是 嗯,你说我是一个,哎呀 算了,不吹牛了 我每次说这个话我就吹牛 不打好,很好 我跟你说啊,今天是最大的新闻 我给我们的小英总统点赞 当然还有另外几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美国的第三号人物 跟蔡总统见面 你土工中国应该要加大力度啊 应该秀肌肉啊 没有,我们很惊讶的看到 就在今天 说这个中国驻欧盟特命全权大使傅聪 他叫傅聪,我气死了 这个名字是你能用的吗 傅聪是我很喜欢的傅雷的儿子 钢琴家啊,钢琴家傅聪弹琴 他是一双这个大手,是吧 弹出的那种肖邦的音乐 那种和声是一种中国哲学的天人和合意的背景 那种追求那种时间和空间的共鸣感 傅聪的那个手感很聪明的啊 很有想象力的一个人 很有深度的一个钢琴家 所以他叫钢琴哲学家和哲学钢琴家 有这么一称谓的啊 我挺喜欢听傅聪弹销邦 比那个什么李云迪弹的好 我觉得嗯 不扯远了啊 说中国这个驻欧盟特密全权大使服从说 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人理事国 对国际安全服有重要的责任 中国从没有说过要支持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所谓的无限有益 或者是中俄合作无上限 只是一种羞辞的手法 我操 这不是打习包子的脸吗 是不是 这个这个中美中中 中俄合作无上限 这个词可不是 呃 谁说是包子的亲自领导 亲自说的好不好 然后王毅说的无数次说 习主席指到我们说中俄合作无上限 而且习包子当着这个普京就这么说的 中俄合作无上限 你这会儿你这个欧盟的大使啊 你居然说这个是一种羞辞手法 说这个福从还说 中国从没有在任何国际场合 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通病 没有承认过克里米亚和乌东四周归属俄 俄罗斯领土 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明确表明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界 说中国永远是联合国宪章的忠实的执行者 哎呦 你想想这些话就认怂嘛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什么普京和包子的两个人就拗在一块 为什么普京和包子的包子的普京在前面打仗 包子的后面给钱给姑娘 为什么包子的说中俄合作无上限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普京在俄罗斯方面大面积的全面的胜利 推土及时的把把乌克兰推倒是不是 完了以后的取得乌克兰的整个领土的控制权 完了以后把北约推回去 如果俄罗斯全面取得胜利的话 那包子里就可以开始攻打台湾了 就为自己攻打台湾寻找合法性 同时寻找什么呢 寻找他的军事上的自信心 结果没想到俄罗斯没什么暖用 打了一年多 深陷战争的离台国家也拖垮了 哎呀 所以这个时候在蔡英文总统访问这个美国的 跟美国的第三号政治人物相见生欢的时候 谈笑风声的时候 突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消息 同时出现这里面绝对是大有深意啊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 习包子没有你想说的那么强大 没有你想说那么强大 那为什么包子要认怂呢 是不是 因为他知道 这个什么 这个台湾这边你是惹不得的 是不是 你忍若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是不答应的 日本人民是不答应的 美国人民是不答应的 你越是这样 我跟你说 美国人对台湾的支持越强大 这我有一句说一句啊 美国的政客呢也是一个塞一个的 但美国的国内的这个情况越复杂 他越希望在外边找到一个热点 转移美国的国内的世界 因为他要在全世界 要当一个世界领袖 是吧 美国是全世界的当一无二的 唯一的 唯一的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号大国 没有没有第二 所以他必须要营夺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你跟美国人作对 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因为他要与 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他都需要一个维护美国的大国的 绝对大国的这么一个形象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而台湾呢 又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那是进入了美国的这个法律的 你是任何人上来 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 还是另外一个什么 无国王八蛋上来 台湾的问题都没得商量 你只要动台湾你就死定了 所以这个他们今天爆出一个新闻嘛 说这个奥巴奥巴这个人呢 说被曝光 说曾经收了这个三千万土工的黑钱 这是他搞选举 是不是这个东西麻烦了啊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我说啊 美国这个国家呀 他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有些东西 他收到土工的背后的金钱的支持 这个南京黄战里面 把美国的有些个政客都收买了 所以说今天的有些个事情 他也是让习保子认怂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啊 我现在只能说是有这么一条新闻 说奥巴马被这个曝光 说收了土工三千万的黑钱 而且这个曝光的这个消息啊 他不是随便乱说的啊 他不是随便乱说的 是什么呢 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电影演员 就是那个帅呆的酷逼了 这个什么 莱安拉多 是吧 国际知名演员 莱安拉多 说周一在联邦法院 就马来西亚金融家 涉嫌参与洗钱计划作证 该计划透露出一个著名的90年的 硕昌艺术家输送资金 为2012年的前总统奥巴马 连任精选活动捐款 说这笔钱三千万 是来自于中国 这可是有名有信的 不是开玩笑的啊 这个事儿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地雷 如果最后真正如果坐实的话 那不得了了啊 从中共那里拿了三千万美金 这是2012年的事情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有些事情呢 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所以另外一个消息是什么呢 说这个奥巴马有一个决定吧 说奥巴说他准备去移居 或者是怎么滴怎么滴 要去定居到他的祖国 他的祖国是哪啊 他的祖国是肯尼亚呀 是不是 说准备去肯尼亚定居 所以很多人在那里说 哎呀完蛋了完蛋了 说这个什么 说这个奥巴马要跑路了 是不是 哎呦呦呦 我现在不知道啊 但是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奥巴呢 要和他的美丽的太太啊 要去这个肯尼亚定居 说是被拜登派过去的 说干什么事儿 还说在肯尼亚呢 要搞很多个 哎什么LGBTQ的文化 搞这些个事情 很多人就就就就惊呼啊 很多人惊呼 说你跑到肯尼亚干嘛去啊 是不是 是不是美国待不下去了呀 是不是你现在你的计划败露了呀 哎是不是你你你做了什么缺德的事情 你维持不下去了吗 你是一个美国的前总统啊 是不是你不是在美国美的不可放过吗 你跑到奥巴尼亚 跑到肯尼亚干嘛去啊 哎呀 这些背后就有很多的内容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啊 要记住有些个事情呢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上面 所以我们说国际新闻 一说的话 你就能看到这个世界真正的令人心跳的东西啊 所以有一个有一个媒体这么报道 说什么呢 说我看到一种让我担忧的模式 因为我们所有的政客都在搬出美国 说奥巴搬到了肯尼亚 都是人群走的 都遇到肯尼亚了 是不是 说只有两种可能呢 一种是他们要搞垮美国 第二种他们怕自己被搞垮 嘿嘿 所以为什么这个奥巴马要搬到肯尼亚呢 为什么包子里要认怂呢 有些事情正在起变化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们搬着小板 咱们看呗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就是我们这会最高兴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习包子 曾经言之凿凿的说 说中俄合作无上限的 被他的马仔 被他的太前给打脸了 这个事就证明 土共中国包子里认怂了 包子里有大麻烦了 等着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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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